这里是美国之音VOA卫视时事大家谈 我是宝申 去年7月9号的709事件发生超过一年以来 中国政府上星期开始对抓捕的200多名律师 法律活动人士和人权活动人士中的药犯进行处置 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 连日来被治罪的包括颠覆国家政权的律师周世锋 活动人士翟烟民和家庭教会长老胡诗根 人权律师王宇则被电视认罪并获得取保候审 另有14人仍在等待审判 其中10人面临国家安全罪的指控 西方人权组织称 这些所谓的审判不过是在折人耳目 因为这些人在进入法庭之前罪名已定 那么政府打压律师本身是否践踏法律 一个践踏法律的政权如何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参加今天讨论的两位嘉宾 分别是从美国纽约通过skype参加讨论的 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 和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 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我们欢迎两位 同时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 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 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你还可以通过VOA卫视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 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网址是youtube.com-voa-china 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 从8月2号到8月5号 在天津进行的这一系列的审判 被人称为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 颠覆国家政权系列审判 其特点就是这些活动人士或者律师 都是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来治罪的 国外的一些法律界或者媒体界的人士 普遍对中国政府动用这一罪名 感到不解或者惊讶 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也是很惊奇 就是在我看来 要颠覆罪要看谁有能力兼顾政权 那么这些的律师 他们既没有兵权 也没有其他的权利 他们有什么力量来这个颠覆我们的国家政权 那你要说这个比如像什么薄熙来啊 周永康啊 这个徐才厚啊 林基华啊 这样的人啊 我觉得他们倒是有能力颠覆 而且呢 他们既说他们也是策划政变的人物 但是呢 居然我们这个法律就变得很奇怪 就是哎 这个有能力 有实力 颠覆政权的这些人 他们都是以这个贪腐的罪名 或者是泄露国家机密 或者是非法获取国家机密 这一类的罪名来起诉 来判刑 可是呢 这些的手无寸铁的这些的律师啊 或者是维权人士啊 他们好像要享受什么样的待遇 是不是给他们这个指控的罪名 跟他们的实际情况是不是符合 我现在很存疑 那么这是一点存疑 就是罪名的存疑 第二个存疑 我觉得就是这个程序正义的存疑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政权的合法性 体现在这个司法公正方面 那就是你要有程序正义 还能有实体正义 那么这个审判的程序来看 一个是不允许家属 为这个被告聘请律师 一定要由官方来指定律师 也不允许这个亲属去探视 甚至去要求旁听 要求知听权 他们要求这样做 就被这个软禁起来 被扣押起来 这个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 那这些做法来看 我觉得就是从一个现代国家的 正常国家的司法来讲 这个没有体现程序正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很难判断 你的审判是不是具备这个实体正义的 这种合法性 我们中国传统上其实是很注重 就是不制造冤狱这一点 那我们这个读中学课本 读到左传的时候 有逃愧论战 逃愧的观点就是 一个国家要对外打仗的话 你首先得能够是这个断愈的清明 不能制造这种冤假错案 这个才是你这个立国之本 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 那实际上你连这个客帝制胜的 这种正义性都不具备 所以我觉得从这两点上来看 我有疑问 还有第三点疑问 那就是这个认罪 这个被告人我们现在看到的报道 是非常整齐一致的认罪 这个有点奇怪 就是应该说抓了这么多 这个律师和维权人士 他们其实未必 应该说他们情况应该是 个体之间总是有差别的 为什么他们用同一种方式 全部是认罪 这个很奇怪 就是哪怕百花齐放吧 你这个齐也不能是 齐到这个程度 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 如果没有差异性的话 那么这个人为的痕迹 就比较的重 这种情况我就想起历史上 就是三十年代 在俄国 在这个苏联搞大清洗的时期 他有过一个非常瞩目的 叫莫斯科大审判 从1936年到1938年 又死了三批人 都是这个 其实都是他的战友 这个托洛斯基 什么基诺VF的 这个阴谋集团 什么什么拉迪克皮达科夫的 这个反党集团 还有什么布哈林 托洛斯基和布哈林的 这个反党集团 这种审判 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在法庭上 所有的被告 没有一个人为自己建护 全部承认 检察官指控的罪行 而且还主动揭发 其他同伙和同谋者 然后争取了一功 他们一个一个都是 天天一律 重口一词 把自己描述成 不杀不足以平民的魔鬼 而在他们的最后陈述中 又无一例外的 用最美好的词汇 算送了斯大林 这个是我们可以查到的 这个历史上的先例 但是这个案子本身 当然在后来 这个已经被平反了 证明是都是冤案 都是斯大林 为了这个消灭 他的政敌 所制造的一些敌人 斯大林他的观点就是 社会主义建设越深入 阶级敌人就会更多的冒出来 所以呢 这个他是有意的来 为这个政权制造敌人 那么当然这个取得口供来讲 这个据说当时 他们的这个克格勃 或者叫全身叫格别乌 他们有一套 这个审讯的办法 第一这个审讯办法 叫库尔斯基法 第一是肉体的酷刑 第二是化学审讯 就是情绪 用各种这个药剂 第三是机械的情绪 就是反复的让你 向你宣读 让你承认某一个东西 第一次就是政治情绪 就是威胁你的朋友亲属 第五是心理情绪 这个这种这种做法 是屡试不爽 让这个当时主持大清洗的 这个叶若夫就说 要让受审人 痛苦的生不如死 生不如死 那就离目标不远了 这个我觉得好像是一种先例 另外还有一点 我观察到的就是这个认罪这一点 你看这些的我们刚才讲到审判那些高官 他们也都是认罪的 除了薄熙来有点诈策以外 其他的都是主宗认罪甚至不上诉 这个呢跟这次的审判的这个 在这点认罪这一点上 非常的相似或者一致 这个呢有另外一种解说 那就是当初这个 斯大林的一个战友莫拉托弗 他劝被告基诺威尔夫说 他说为了党的利益 建议您诽谤自己 那么我们看到的其实也有这一类的情况 就是我们看这个每一个高官被告 他们在在最后陈述的时候 都是提到党 提到这个自己对不起党 等等这一系列的语言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一类的审讯方法 将来可能会成为一个历史上的经典案例 我想这个大审判 我们的这场大审判 也一定会甩入史册 谢谢 好的 何明先生 刚才张立凡先生 谈了他对这一系列审判存在的三点疑问 那么你对这次案件的审理 总体的印象有哪些 从八十年代开始 中国就我就开始参与这个中国的 这个补期法律这个教育 当时我就讲 我说你与其说要把这些法律条文 你要老百姓一条一条去背 或者是去了解 你还不如在法律的执行过程中间 把这个真正认真的去执法 公正的执法 那么这样的话 比这个普及法律知识 跟你一样 让人们尊重法律 跟你你有法律的意识 那个是这个三十多年以前了 那三十多年以后 那中国的法律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所以现在很多事情的解决 很多事情的纠纷 人们慢慢慢慢 就是说开始 要通过这个法律的诚实 法律的诚实去解决这些争端 这是一个社会文明的一种标志 在一定程度上 中国的法治似乎有一点改进 但是另一方面 中国的法治变得更加恐惧 令人更加可怕 就是法律已经完全扭曲成为了 他们实际是自己政治行为 政治目标 和对社会制造恐怖气氛 制造这个敌人 或者是可以去打击 他们希望打击的这个人 那么这一次的审判 毫无疑问的 就已经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我昨天正好看到了 香港有一家电视台 现在被认为是香港最勇敢的 其实不仅是很勇敢 我觉得他们做得非常的专业 非常的有品质 就是香港无稀电视台 他们访问了这些被审判的 被关押的这个维权历史的这个家属 那么今天有一个家属就讲 其实我们这些 我的丈夫不是伟大的 不是伟大的 他也不是说每时每刻都保持了一个良知 我们有时候形成一个人很有良知 很勇敢的时候 我们认为他天生可能只有良知 或者他一直精神良知 不是这样的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我的丈夫只是说 有时候实际忍不住了 想保持一点 人得起码良知 有时候只是 有时候才会有良知 你碰到碰到了很多案子 你碰到那些深淤的老百姓 你碰到那些 遇到很多困难的肉食团体 他觉得他作为一个历史 就像一个医生 看到一个病人一样的 如果不去面对这个 去帮助这个肉食团队去辩护 那你不是算是历史应有的这种职业人 其实我相信他们这一点 那么现在当局采取这么一种方式 让他们去认责 其实在法律过程我已经毫无兴趣了 对这个法律结果毫无兴趣了 我也不会认为他们的认财是真实的 他们的法律上的认财是 是属于他们内心的 因为他们被抓捕了以后 完全当局 完全没有按照基本上的法律程序的处理 他们被关押了以后 家庭多长时间都得不到任何消息 家庭给他们请的这个并夫历史 他们居然说都不接受 而去接受了一些他们根本不认识的 有政府指定的历史 然后他们完全按照政府的这个旨意 去说他们犯罪了 他们这个违法了 但我们可以去想尽一下 一年多他们这个离开的家人 一年多他们生活在暗无天日的这个环境里面 他们接受了多大的 多痛苦的这种煎熬 这种这他们的一种 一种人性 增淫的一种扭曲和打压 那么今天不仅仅是在肉体上对你打压 而是在经常上给你这个完全摧毁 才能达到中共现在所展示出来的这种成果 但是这种成果 从表面上来讲 中共似乎是得到了 他们都认罪了 他们不但在法律上认罪 他们甚至在电视认罪了 但是问题是人们对法治的信任还有最基本上的信任吗 对吧 如果对这些 懂得基本法律知识的 能够维护自己基本权力的 从法律知识上的这些历史们 他们的权力都不能得到最基本上的保障 而且这样一个案子是如此的被这么多人关注 不但被中国的很多人关注 也是被国际社会所关注 中共的法律的采取如此的强烈民意的这个手法 你就想一想 人们对中国的法治还有什么样的一种信任呢 那原来你的所谓的依法治国 其实就是依法治民 只不过是你用法律的手段 用法律的手段来惩治 那些你想惩罚的这个人 那这样一种法治跟没有法治相比 其实是更糟糕的 所以在80年代的时候 30多年以前 我在这个层次司法工作的时候 我就跟我的同事跟我的朋友 甚至我自己就不断的去讲 我在中国现在这种环境之下 提这个依法治国 是一定会让法律更扭曲 法律不但不能成为一种公平 成为一种天平 它有可能成为暴力的工具 有可能成为暴政的工具 有可能成为侮辱人格 拆毁人性 这个使人们对公平 更没有信任的一种工具 那么这样的话 使这个中国的社会的错乱 使中国人对文明的这种信心 就更进一步被拆毁 好的 接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 打来的电话 首先是广西的彭先生 彭先生您好 广西彭先生您在我们线上吗 好我们接下来试一试天津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我说一下 我觉得通过这个案件 这个政府是不是应该 里边说明两个问题 一个是国家的形象问题 现在他们还 一个是说明所谓党的形象问题 还有一个政府的形象问题 对吧 所以说你们在整个 这个709这个案件当中 这个事件当中 这个所有的程序也好 这个过程也好 你们还要不要 你们自己的形象 对不对 你们是要给国人一个什么形象 对吧 所以说这个问题 我觉得现在你们要是 全力以赴的这个打造 这个党的这个权力的 维护这个权力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顾自己的形象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你们自己应该想一想 这个政权也好 这个合法性也好 就是它的基本的合理性 它是靠这个来生存的 不是说我哼 对不对 老百姓不敢说话 人民不敢说话 你们谁也别敢惹我 惹我干就没好下场 如果要是 处于事案 这个思想 来维护这个政权的话 我想你们 你们想一想 这个政权 会不会有一个成绩 再有一个 是吗 你们所说 长期没开什么 人民代表大会也好 开什么党代表大会也好 我们这个人民 是当家作主 可是你们想一想 你们自己说的话 这个人民在这个 通过这一个案件 人民是 现在是个狗屁 是个屁尼 对不对 你们这个国家 就是你们这几个人 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好的 谢谢天津张先生 您说的意思 我们听明白了 接下来请河北的张先生 参加讨论 张先生 您好 您好 我想天津中级法院 可能想 预料到了有些人对这个案件 可能有些质疑 所以我看了庭审的时候 就问那个翟某人 你是否受到刑性逼供 翟某人说的 没有 公安机关对我很好 然后问 你的证词是否是真实的 他说是 我的回答是真实的 我永不上诉 这是他的原话 可能是 想到是不是 以后有些案件 发案就是受到警医迷供 现在已经摆着门关死了 但是呢 我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翟某人的供词 完全看到 他根本对他给的定性为颠覆罪 因为他太高看他了 他从其量 就是一个大骗 或者行刑之士 他自己说嘛 犯罪钱是一贯是热爱党 热爱社会主义 是吧 守法公民 只不过受什么境外势力 不法律师的指使 才犯罪了 是吧 那他完全是个好人 是吧 其实这种人呢 就是给的钱 什么事都可以干 谁给钱都可以干 没有什么政治信仰 所以说 我认为对他判斗 我应该判寻寻寻知识罪 你看他的法庭上的 什么 我应该判实任徒刑 判我三年缓刑等等 完全看到 他自己没有罪 都是受伤不法律师 什么境外势力 毛记说 内因外因的关系 你没有问题 那么你怎么可以走到今天呢 说这种人 我认为他不值得重庆 只不过 判着颠覆罪 也太高看他了 谢谢你们 好 谢谢河北张先生 接下来我给大家读 一个位网友提出的问题 这位网友的名字叫 Ed Charles 他说 颠覆国家政权罪 是79年刑法中 反革命罪的替代罪名 而反革命罪是典型的政治罪 由于没有法定违法情况 通常被称为口袋罪 治罪任意性很大 请问这样的违法 现代法治精神的法律 是不是有为北京当局标榜的 依法治国的目标 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评价一下 是这样 实际上反革命罪本身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罪 这个革命你要反对它 你就是有罪了 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一个革命政权 那么你反对革命政权 你就有罪了 那么当然这个所谓后来变成 颠覆国家政权罪 实际上呢 这个同逻辑上 从他们的这个立法时候的思考 其实就是替代了一个比较好听的名词 这个颠覆国家这个罪名 比较符合世界各国的 这个法律体系中的罪名 而这个反革命罪这一类的罪呢 实际上是 这个全苏联和东欧的那个法律体系 他们才用这样的词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位网友讲的 这个是这个情况确实是存在的 而且呢 他的 所以现在使用这种所谓颠覆罪 我觉得我也同意刚才另一位网友讲 讲到这个蔡英明的这个情况 我觉得实际上判他什么三年在缓刑 实际上就是 反正只要抓了你 你就是有罪的 而且呢 我肯定会处置你 但是事实上这个人 他根本够不上什么这个颠覆国家政权 只不过呢 因为是要办这么一个系列的大案 那么作为其中的一个人 又不能不判他 那么他认罪态度又好 就给他判个缓刑 判个清刑 实际上这个呢就是让大家知道 你们认罪 你们服从 我们就会轻判 如果你们不认罪 我们就会重判 所以但是并不能表明 这些人的内心都是真正的服罪 首先我们讨论这个 这个浦志强律师的这个案子 讨论高瑜女士的这个案子 我们都谈到这种情况 就是用各种办法来这个强迫 迫使被告人认罪 实际上认的是一个莫须有的罪 谢谢 好 节来我们再来接听两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广东张先生 你好 你好 我说一个问题 我很敬重张立凡张先生 我现在让张立凡先生 张先生提个问题 就是说他这次呢 把那个胡适跟胡丹老 和这个封瑞所呢 搞到了一起 这个 把这个胡丹老的话呢 他是老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政治犯了 他这样的话呢 是不是把胡适老搞进来 然后呢 这个封瑞所的话呢 就以这个 监负罪 就以监负罪 来 来定罪 是 然后呢 这个对于封瑞所来说的话呢 把胡适老搞进来以后呢 他们这个 就是把这个胡适老的这个 这个封瑞所就成了胡适老的一个组织了 本来的话呢 他是胡适老只是 可能是一个三边罪 现在呢 就变成了一个 监负罪了 是不是他们两个中间 这两者之间有个这么关系 好 这个问题 好 谢谢广东的张先生 请湖北的张先生 参加讨论 张先生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这个 我就觉得啊 我在听你们讲 那个颠覆罪 颠覆罪 能颠覆过来吗 共产党有那么厉害的军队 所以说啊 我说你们这班律师啊 他搞的事情就是送死的 我觉得没有必要 他们呢 我也是住 我是上过军销的人了 但是他们可能是比我的文化成都还高 但是我就觉得他们不会 劳动政治工作 军队工作 共产党当时到革命的时候 他有政党的 他有军队的 你关于法律闹是不行的 你要瓦解中国的军队 中国的军队里面 现在还有江泽民那批人的 胡军党员 要瓦解他们的那种团结实体 这样才能有行 你光靠法律去 监护不解 监护不了共产党 你就给他送死 往那枪口上转 没有用的 一点力度都没有 很脆弱的那种力度 谢谢 好的 谢谢湖北张先生 又有一位新疆的马先生 带来电话 马先生您好 你好 主持人好 是这样子 我就感觉到这件事情 我就看出了 这个世界上这个强权政治 对人性的压抑造成了 本来律师作为我们社会上的一个 也是算一个等于说是很有话以权的一个团体了 他们面对强权的时候就感觉这个人性的脆弱 所以说他们平时为自己肯定谋的本来这个既得利益也挺多的 肯定也不怀疑他们也有比如说是怎么说呢 私心太重了 到了一定程度他就为了保全自己就丧失人格了 好的 我今天就说到这 好谢谢 刚才那位听众是直接提给张立凡先生的 请张立凡先生来简短的回答一下 就是把胡诗根还有另外一个沟洪国这个案件 同丰瑞律师事务所在放在一起审判 是不是为了把颠覆国家政权这个资罪一鸣做得更实 您的看法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并不了解 这个具体的案情 因为这个案情的真相 由于没有体现程序正义 所以我们外界对于这个整个的审判 它的案情到底是如何 我们是不清楚的 那么只是凭着官方的 法庭司法部门的对媒体发布的一些信息 其实很难判断这个案件的真相 那么至于说这个家庭教会 或者说还有一些个维权人士 他们和封认所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那么是不是就形成了一个组织 然后呢来阴谋的颠覆国家政权 我觉得我自己起码是觉得存有很大的疑问 因为你作为某些律师 好像我们看啊 他们个人可能是家庭教会的这个成员或者是信徒 那么当然他也可能啊 跟胡适根有某种这个思想上的交流啊 或者信仰上的依赖啊等等 这个是我觉得是可能形成的 但是你一定要说这个封锐所 作为这个这么一个法人 社团法人也好 是一个企业法人也好 他们这么一个群体 就一定是跟某种颠覆国家政权的预谋有关 甚至是他们的这个整个大的组织体系中的一部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松散的一种团体 你怎么就可以把它定为是颠覆国家 这个使我想起的就是当年所谓美丽岛事件 台湾的美丽岛事件也有类似的情况 也是有一群律师然后被指控 当然他们的是按照这个戒严法 就把他们给这个做了审判 后来变成政治上的反对派 那么韩国在这个独裁的军人独裁政权时期 也有这样的先例 所以我想到的就是制造这一类的案件 制造国家的敌人 其实未必是一个明智的方法 这个方法只能让人恐惧 但是并不能让人信服 所以我们还是强调 这个免于恐惧的自由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就不会有司法的公正 你看到这么多人 这么重口一词的来认罪 这一点本身其实就很蹊跷了 也许像我这样的还在发言的人 也许将来也会遭遇类似的情况 那么这种时刻出现的时候 你们一定不要相信我会认罪或者我会真正认罪 甚至于我会出来说我刚才所说的 我不会认罪这个话也是假的 你们一定不要相信这样的谎言 我现在预先做这样的预告 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 请问一下在纽约的何平先生 这次有很多评论认为 海内外的评论认为 政府是在竭力地打击 所谓的带路派的死磕律师 他们的目的就是警告大家 不要有任何的推墙的思想 如果你有任何这种思想的话 就可以举出你的罪名 例如和境外的敌对势力相勾结 例如在中国搞颜色革命等等 你的看法 我觉得你提的问题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安静的核心的这个价值 它核心的出发点就在这个地方 但是它不仅仅是针对一批帝尸 现在针对银黄春秋 针对香港出版自由的这种摧毁 铜锣湾事件 通过一系列的事件来证明了一点 它不仅是简单的说你们真的有颠覆能力 或者说你们真的是造成了很大的利益性的 政策的挑战 我倒不是这么认为 而是说它就是有意的制造一种恐惧的气氛 它为什么有意的制造一种恐怖气氛呢 就是因为它要建立一种类似于新加坡式的 甚至比新加坡要领重很多的一种威权政治 那种威权政治在现在的今天的社会环境之下 全球的自信流通 如此发达的情况之下 中国老百姓明知已经得到某种程度上开放的情况之下 其实是很困难的 所以两个星期以前我在哥大就提出了一个观点 我觉得他们之所以 之后我们的正常的尝试的判断 那一系列采取过度的残酷的手段 去对付历史 去对付延分春秋 去对付铜锣湾事件 那是因为他就想制造一种气氛 这种气氛就是刚刚张立凡先生讲的 就是恐惧的气氛 因为威权政治它的基础就是恐惧 只有老百姓产生恐惧的情况之下 他能有一种威权的领导人出现 一种威权的政治出现 但是问题是今天的社会条件 经济条件 人们的自信的条件 和以前威权政治产生的条件 完全不同了 所以我们在看到了 最近十多年 威权新的政权很难产生 都是一些传统的原来的威权政权 在延续生命 更多的威权政治是不断的垮台 但是中国现在似乎是想 重新建造一个威权的社会环境 而制造威权的社会环境 它需要一个基础 这就是恐惧 所以我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话 那我认为它针对于民间势力的打压 就一定不会因为709这个案件的解决 而得到解决 而是继续的采取超过我们想象的 去挤压 在过去几十年中间 中国老百姓本来就很小的空间 本来就很脆弱的空间 我觉得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殖民正在出现 好的 有关709事件大接盖 律师陆续被押洪祭坛的讨论 就进行到这里 请您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 搬迁毛泽东纪念堂 空穴来风 还是无风不起浪 请您继续收听收看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